白宫发言人沙奇在美东时间10月31号下午发表声明宣布确诊新冠 他同时透露最后一次会见总统拜登是在10月26号 沙奇强调当时他有戴口罩 他原本要随拜登总统前往集团体峰会 但是因为一名家人确诊 虽然他已经打了两剂疫苗并且诊测阴性 但是因为小心取舰还是取消随团 没有想到连续四天采音之后居然采阳 而摇滚天团主唱59岁的邦乔飞也经传感染新冠 邦乔飞原定在30号于曼阿密海滩万圣节舞台上表演 但是活动前衰减成阳性只有被迫取消表演 他也是打了两剂疫苗后仍然染疫 美国到目前为止已经施打了4.2亿剂的疫苗 其中1亿9的民众完成接种占人口的58% 在此同时美国浪费疫苗的程度也非常惊人 根据统计从开始施打到现在 全美已经浪费超过1500万剂的疫苗 以加州为例已经丢弃了64万多剂疫苗 浪费的比例是1% 而全美各州对于可用疫苗的平均浪费率高达4.8% 专家认为未来这种浪费的情形恐怕会更严重 记者宋和报道 在这种浪费的情形恐怕会更严重 在这种浪费的情形恐怕会更严重